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7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欢迎县警察局新卸任局长交接典礼 17号的上午在县警局清明堂盛大举行 而典礼是由县长许真卫主持交接 内政部长、警政署、警政委员张国雄兼交 新任局长是由内政部应政署、航空警察局副局长王旭昌接任 而原先的局长吕世明则是容调桃源市政府警察局督察长 花联县警察局新卸任局长交接典礼 17号上午在县警局清明堂盛大举行 典礼由县长许真卫亲自主持交接 内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员张国雄兼交 现场贵宾云集 新任局长由内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副局长王旭昌接任 而原先的局长吕世明则是容调桃源市政府警察局督察长 县长徐真卫除了恭贺协任局长吕世明 也肯定他在这一年来对花莲警政的辛劳与付出 我想历居立任在花莲县警局担任警察局长 我想第一个我都要非常非常的感谢 从廖美龄局长我们在这个对于我们的警政的大楼的整个重新改建 到历经了这么多的局长之后在吕世明局长任内能够落成启用接牌 我想这有相当多的我们自己的计程警员有相当多的努力 才能够有新的听设 先进的这个设备能够提升起来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无论是我们的警察同仁的身体的健康 以及我们的背情 或者我们很多的很多的一切相关警务人员需要的 我们都能够尽量能够把它提升上来 新任局长王旭昌为中央警察大学第56期毕业 并拥有警察大学交通管理学系硕士 内外清经历完整 而县长徐政卫也期许新局长到任后 能持续带领警局同仁做好各项警政工作 并统合疫警民防及友军单位等维安力量 加强各项犯罪查处及预防作为 让民众可以安心快乐过好年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导